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举行新春团拜活动 一百多人元宵节前夕相见欢聊不完 而新春团队由舞蹈表演以及摸彩炒热气氛 象征团团圆圆世事圆满如意身体健康 拱守护道新年快乐大吉大利的声钟揭开序幕 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举行新春团拜活动 一百多人元宵节前夕相见欢聊不完 新春团拜由舞蹈表演以及摸彩炒热气氛 象征团团圆圆世事圆满如意身体健健康康 拱守护道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声钟揭开序幕 大家都好联心哦 你看这个脚力多好啊 笑容多可爱啊 活动中是由协会的会员自发性的自导自演表演 如徐琉璃常务理事策划带领舞蹈队 学员表演炮竹银春贺新年与世界低等 服装道具依依俱全 会员不惜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尤其是83岁的陈金村会员受邀参加武师表演 演技精湛现场欢乐声掌声不断 这个就是我们徐琉璃剧姐 她所编策编导的策划的所有的新春团队就是她 现场也有各机关单位制作摩彩品 提供表演中穿插紧张刺激的摩彩活动 增添热闹气氛 大家新年见面又拿到红包礼物 开心不已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在访报道